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对话进行了录音 或者那些晚宴宾客是否进行了录音 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 川普发表了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 川普星期五早晨发表了推文在詹姆斯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 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 在每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 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的补充 但是斯派塞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 他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 这个推文不言自明 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 此前科米正在领导对总统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相互串通的指控的调查 星期六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在平壤说 只要条件合适愿意与美国进行会谈 朝鲜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崔善基 是在北京国际机场同记者谈话时做出了上述表示 他当时从挪威返国途经北京 据韩联社报道说当记者问到朝鲜是否准备同川普政府谈判的时候 崔善基说如果条件在那里的话我们将会对话 在奥斯路崔善基会见了美国学者和前美国官员 美国官员目前还没有就崔善基的话发表评论 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说过 美国同朝鲜会有很大很大的冲突 但是他说他宁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问题 后来川普还说在合适的条件下 他将会很荣幸地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上周就职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说 他同样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访问朝鲜 巴基斯坦警方表示 星期六有一个无名枪手在巴基斯坦的西南部地区开枪 打死了至少一个建筑工人 另外打伤了另外几个人 死伤者当时正在修建港口城市瓜达尔的一条道路 枪手在摩托车上开枪 然后逃离了现场 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 但是就在这起枪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天 一个伊斯兰国的自杀炸弹手 在瓜达尔市所在的比鲁之省 炸死了至少25人 炸伤了40人 近来伊斯兰国加紧了在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活动 这个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恐怖组织 还进行了今年最严重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 二月份在南部城市塞湾的一个苏菲神社 炸死了70多人 比鲁之省也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中心 中国对于这个经济走廊的投资超过了500亿美元 它还包括了公路网 铁路和能源项目 在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来自莫斯科的威胁持续 不太可能迅速消退 美国最高情况官员警告说 俄罗斯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 和更加不可预测 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在这个星期的高层会谈之后 有希望改善的话 这些希望也很快就被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打破了 不过很清楚的是 俄国人使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方式 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机会 所以说这对我们的民主程序是很大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迈凯布 在回答质询时 甚至给出与白宫不同的说法 白宫说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 以及可能和川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 只是最小的事情之一 这一调查和你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 比起来是小事一桩吗 我们把它当作一项高度重要的调查 迈凯布的回答同国防部长等其他高级官员 以前提出的警告是一致的 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称 俄罗斯是对美国和全球稳定的头号威胁 但是在川普总统领导下 这种看法改变了 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 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是他们应对的首要问题 虽然最近没有关于朝鲜威胁的要文 但是我不会说跟金正恩有关的威胁已经减轻了 这些官员不肯说朝鲜距离掌握用核导弹 打击美国的能力还有多远 只是说平壤虽然每次饰演都失败了 但是在迅速朝这个目标比进 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致力于达到这个目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被列为最大威胁 官员们警告说 伊斯兰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已经准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重组 仍然有能力在全世界指挥和鼓动恐怖袭击 当然还有伊朗 这些官员说 伊朗虽然到目前为止遵守了核协议 但是在整个地区安插了多达10万名战斗人员 因此在叙利亚 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继续扮演活跃的角色 扩大影响 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5月9号被川普革职 引起了全国的哗然和震惊 让我们来看看希拉里败选后 首次接受正式采访中都怎么说 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 不要离开 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微微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拉里克林顿拜选后 首次接受正式采访 加勒比海生态受威胁 水下机器人迎战外来物种 亚瑟王重返大荧幕 王者之见在线魔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我是叶凡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5月9号被川普革职 引起全国哗然和震惊 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 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出席女性论坛时还指责说 俄罗斯和FBI局长科米为川普提供了帮助 让他意外的获胜 现在川普解除科米的职务到底为哪装 让我们来看看希拉里在败学后首次接受正式采访中都怎么说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说 如果大选是去年10月27日举行 他今天就是美国总统了 科米10月28号的信件 外加俄罗斯的危机解密爆料 增添了选民的疑虑 这些选民一直形象支持我 却被吓跑了 在此之前我的选情一直领先 克林顿在去年大选前公布的民调中都居领先位置 直到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 对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的事情 重新展开调查 尽管克林顿从未遭到任何犯罪指控 他的选情在投票日前几天还是遭到致命一击 今年1月 美国情报界表示 已经得出结论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展开活动 破坏克林顿的选情 帮助川普胜选 克林顿这位前第一夫人 前联邦参议员 前国务卿表示 她现在已经回归公民角色 积极从政 她在星期二的采访中 回答了包括朝鲜和威胁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实施问题 她指出 军事力量只是保护美国利益的手段之一 外交与发展同样重要 不光是金正恩 他的父亲也一直有兴趣把美国人找去谈判 以提升自身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对此应该十分小心 我们应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战略框架 让中国 日本 俄罗斯与韩国 共同对朝鲜政权施压 并在确实存在改变的可能时 把朝鲜人最终拉回谈判桌 在此之前 我们不应该建议与朝鲜直接谈判 希拉里·克林顿说 他正在写书 讲述自己获得一个主要政党提名 参选美国总统的经历 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 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发展项目被叫暂停 等待进行考古调查 确定施工地点是不是一个百年历史的黑人公墓 有关这个目的的争议 揭开了一个被人遗忘的美国黑人社区的历史 那边你看不到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一些尸骨的地方 哈维·马修斯说 华盛顿郊外的这块地从19世纪初开始 曾经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墓地 他们一动尸骨了吗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动过 那我认为这些尸骨就在黏土丘陵下面 被开发商的建筑项目覆盖了 马修斯说的 是开发商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造的这座大楼 他说建筑项目覆盖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尸骨 并且进一步抹去了 由祸世奴隶建立的百年非洲裔美国人社区 就在这里 我九岁的时候 跟爸妈一起种下了两棵梧桐树 马修斯当年的家庭农场 现在就只剩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这些树木了 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美国内战结束后 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好几代人都住在这里 我猜想核道社区像全国任何普通社区一样 是一个高兴就好 不操心未来的黑人社区 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韦斯特巴德社区 位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市 当地有不少购物中心和高价位住宅 马修斯说 黑人社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消失 导致我们搬家是开发商来了 想方设法从居住在这里的黑人那里获得土地 他们用各种手段拿走你的土地 社区越来越小 人们开始搬走 在目的上新建停车场的计划 在当地的规划委员会会议上引发了激烈抗议 结果是该项目暂时搁置 郡政府官员同意与开发商交涉进行调查 但到目前为止 无法找到有关墓地的历史记录 我们必须查明这个地方是否还有埋葬井 地底下还有什么东西 郡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认为 他们如此有钱又有权 基本上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而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说 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马其顿进行会教堂 是这个前非裔美国人社区仅存的建筑 教会成员和社区的其他人 希望在教堂附近修建一个博物馆 详细记录这个曾经是热闹繁荣的 黑人社区的历史 世界上很多地区外来物种 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威胁 在加勒比海地区 最常见的外来物种之一 是亚洲狮子鱼 它们和海里的珊瑚骄鱼 争夺生存环境 现在一种新的水下机器人 为清除外来物种一显身手 这种贪婪的猎手 外貌漂亮 体内有毒 是厨师和养鱼爱好者的宝贝 狮子鱼繁殖快速 1990年代开始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 生物学家艾利卡·埃博尔说 这种鱼很快给白木大造成了问题 它们繁殖速度极快 一条鱼每三到四天 就可以产三万到四万个鱼卵 以前它们一直没有天敌 直到今天 最近科学家在白木大测试 这种水下遥控机器人 专模捕捉这些凶手 用这种创新手段 制止狮子鱼 吞噬加勒比海中 清理珊瑚的小鱼 这种机器人 是由环保服务机器人公司制造的 公司的真言是 你一定要吃了它们 才能打败它们 这个机器人名叫监护人 两条手臂是电击 人在水面上遥控它 快速地电击食子鱼 然后把它吸进肚子里 然后再把它送进厨房 我们要想办法 怎样抓住这种鱼 怎样让它进入全球超市 和餐厅这个生态系统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解决这个可怕的问题 在测试机器人的活动中 参观者还可以品尝 用不同方式烹饪的狮子鱼 主厨罗伯特·罗易斯 通过Skype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狮子鱼很有意义 这些环保服务公司的机器人显示 它们在海洋保护 和物种保护方面 在特定时间 在特定的生态系统 和特定的海洋中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监护人的制造商承认 这种机器人不能有效地 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 不过制造商说 价格较低的机器人 可以帮助当地的渔民 把狮子鱼放上菜单 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亚瑟王重返大荧幕 给经典人物带来新的诠释 国家公园之旅 带你走进历史城堡 穿越时光隧道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川普总统提议要削减 艺术补助项目的联邦预算 这让文教界非常的担忧 这项提议可能会影响到 前第一夫人米歇奥巴马 创始的艺术改变现状的项目 这个项目颇有成效 它的一部分资金来自联邦税收 帮助成绩最差的学校 全面提高学习水平 让我们到洛杉矶的一所学校 去看一看 乔纳伊小学 是像凯拉卓亚卡瑞这样的 学生的避风港 他们能够做小朋友们 喜欢的事情 唱歌跳舞和朋友们 享受欢乐时光 校园围墙之外 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高犯罪率高度贫穷 多代同行住在公共住宅 还有枪支暴力 这些都和贫穷有关 而且这些事情让学生们受创 我们学校很多学生 都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 这位校长说 学生们受到创伤的症状显而易见 肆意地不服从教导 主要是打架 还有毁坏学校物品 导致高退学率 这所学校曾经在加州 属于倒数5%的学校 符合了艺术改变现状项目的条件 艺术改变现状提供艺术教育资源 给学校 也提供教师们特殊的训练 目标是把艺术 融合到学校的课程里面 小朋友们好兴奋 而且一直都好兴奋 因为这不仅仅是 到黑板这边回答问题 翻页开始念课文 艺术改变现状是关于演戏 模仿艺术家和历史人物们 来打破循环 从毛毛虫结成勇 蜕变成展翅而飞 美丽的蝴蝶 专攻音乐和艺术的老师们 每星期四给小朋友们上课 艺术很好玩 你可以画画 而且可以画你真的喜欢的东西 这个三年的项目 在实行一年之后 效果很明显 我们今年大概只有一个孩子 被勒令退学 这令人吃惊 父母们开始接到电话邀请 来参加家庭肖像画之业 还有家庭艺术之业 而不再只是接到电话说 孩子们又做了什么 调皮捣蛋的事情 而是请他们来学校 并且了解他们的孩子 在学习些什么 所以父母们的参与也提高了 而且不仅仅是这所学校 全美由68所学校 参与了艺术改变现状的项目 一个近期研究显示 学生们的违规行为更少了 出席率上升了 而且学习表现提高了 艺术改变现状 在美国转向 着重数学与科学教育 慢慢不再强调 艺术教育的时候 展现了一个 更全方位的教育方式 艺术能打动每个人 艺术不是一个被晾在一边的东西 它是把课程变得丰富 让孩子们感到兴奋 而且激励孩子们的功臣之一 龙校长说 有了动力之后 各科的学习就跟着上来了 他希望把乔伊娜小学 变成表演艺术学校 保持资金源源不绝 并且让艺术成为学校的一部分 导演盖里奇 Guy Richie再次把传奇故事 亚瑟王搬上了大一幕 给这个经典人物 带来新的诠释 新篇亚瑟王 《王者之剑》里 除了求德洛和杰曼汉苏 等大明星之外 男主角的扮演者 却是意外得来 不过他的表现也同样不容忽视 在影片里 资深导演盖里奇 启用了求德洛 杰曼汉苏和查理汉娜 来讲述一个王者的成长历程 汉娜出演男主角亚瑟王 他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角色 可是原先 他并不在导演的雷达上 我原来不确定查理是正确人选 但是查理硬闯进我们家 坚持说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我们坐下来喝茶 两个小时后 我们又说又笑 扭打在一起 然后他说 你来试镜吧 我去试镜后 他就把这个角色给了我 开心的结局 执着不仅是电影的主题 也是汉娜的为人 要有理想 尽一切可能去培养他 要自信去争取 超级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 也在影片中展露惊鸿一片 问题是贝克汉姆太有名了 如果他在影片中出现 一定会让你走神 不仅有走神的危险 所以我用最好的办法 来伪装他 影片里有他 我很意外地 没有多少人认出他 不过他确实在里面 亚瑟王王者之见 5月12号 在美国和中国大陆 同时上映 居住在纽约州北部的约翰·伦德默 以打造宝刀为生 他打造的刀剑风格独特 多年来 他走南闯北收起灵感 结合了欧亚的风格 研制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特色 确立了刀剑大师的声望 对一位酷爱宝刀的人来说 打造出一把好刀 是个特殊的时刻 不管是烈火锤炼 还是磨刀试刃 约翰·伦德默沉浸在 每一个步骤中中 他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锻造师 用意吸取各种影响和灵感 这是欧洲样式对吧 可同时他看上去又有些亚洲样式 这个刀饼末端的尖头 我看到有部叫做 《白发魔女传》的电影里的 一把利剑之后得到了启发 伦德默渐渐树立起了 自己的品牌奥丁刃 这些利刃最长打两米长 每把起价1500美元 总部在伊利诺伊州 埃尔金的网上零售商 雅典娜崇拜 出售来自30名锻造师的刀剑 店主瑞安·惠特林杰说 这些历史复制品和高端兵器的市场很好 那些对普通历史感兴趣的人 这是一块大板块 还有练武术的人 包括练习亚洲武术和欧洲西方武术的人 买家 卖家和制造家 有着同样的爱好和激情 伦德默是在大约30年前 开始打造刀剑的 他和兄弟练习冰刃格斗 由此产生了自制冰刃的兴趣 我总是把钢刀弄断 总是弄断 占到一半你的刀断了 这太毒心了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打造了 一些刀剑购买者只是为了收藏 他们喜欢在墙上摆设这些兵器 武刀弄剑的冒险影片和电视剧 继续提升了人们购买刀剑的兴趣 对酷爱这一行的锻造师 伦德默来说 这当然是多多益善 旅行家麦卡梅耶继续在德克萨斯州旅行 他来到了德州西部的戴维斯城堡 他说走进城堡 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 旅行家麦卡梅耶在德克萨斯州西部旅行的时候 被美国的历史深深地感染 我现在来到了国家史记戴维斯城堡 这是一个19世纪的军事前哨 位于西德克萨斯奇瓦瓦沙漠 用来保卫美国的利益 奇瓦瓦沙漠占了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一半以上 占据了西德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 理应是建立城堡的理想地带 你可以看到一边是高大的石头墙 可以保护城堡 使得城堡位置更加险恶 另一边你可以看到的是开阔的沙漠 军队可以看到从后面来的敌人 这也许是为什么戴维斯城堡 从1854年建成至今 是美国西南部保存最完好的军事前哨之一 从戴维斯的这个制高点 你可以看到戴维斯城堡史记的全部底下 这个史记也是纪念布法罗士兵 那些获得自由的黑奴 在美国内战中投身美国军队的行动 布法罗士兵也叫水牛士兵 因为平原印第安人认为 他们的发型像水牛毛发 水牛是印第安人敬畏的动物 在1867年到1885年期间 布法罗士兵驻守在戴维斯城堡 对美国西部的开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往返于圣安东尼奥 埃尔帕索公路上的旅客和邮件 支援军事行动 控制敌对的美洲印第安人 戴维斯城堡是美国军事力量 在西德克萨斯的象征 游客们注意到 卡里姆·贾巴尔原NBA球星 是访客中心影片的主持人 因为他对布法罗士兵 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以及美国如何成为一个多种族国家 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座古老城堡也象征着北美洲原住民 和无情的外来移民潮之间冲突的悲剧 今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对承包所在地和周围地区的 美国原住民的困境很敏感 不过对保护这个实际也很自豪 因为这是对忠诚捍卫国家 将近半个世纪的 所有美国战士的永久纪念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叶帆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下星期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这里有三年半了 新学院是1919年创立的 有一群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教授创办 他们不满意那时的教育方式 哪个学科有什么老师就教什么 学科方面没有什么新的研究 所以这些教员创办了新学院 我们常常要求学生去思考 他们的作品会如何影响 那些观看 聆听 或是阅读他们作品的人 这是我们历来重视的东西 在今天我们对学生的教育中 也依然在发挥作用 新学院是指整个大学 有几个不同的下属学院组成 帕森斯设计学院是其中最大的 新学院总共大约有一万名学生 这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总数 其中30%到40%是国际生 不同学院的学杂费是不一样的 平均来说 大约一年的学杂费 是四万五千到五万美元 住宿是另外的费用 申请这里的创作性项目的学生 也就是表演艺术学院 或是帕森斯设计学院 和申请新学院其他学科的同学一样 有一份申请材料 所以一部分是看他们的学业成绩 我们想要看到学生 以前上过哪些课 他们的写作质量 我们不要求测试成绩 所以学生不用提交SAT或ACT成绩 申请研究生的学生 也不用提交GRE或GMAT成绩 对于所在中学 不是英文教学的学生 我们需要他们的托福成绩 那些申请创作性项目的学生 帕森斯学院 音乐爵士学院 或是表演学院 他们需要准备一份创作作品集 或是现场面试 并不是所有的学科 都要求学生有相关的经验 有很多申请我们项目的学生 并没有长期从事艺术或设计的经历 有可能只是一个爱好 也有可能只是他们想要 去探索更多的一个兴趣 当我们考察申请 帕森斯学院的学生的作品集时 我们很多时候 并不是在看他们的技巧 而是概念 是什么激励了学生去创作艺术 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们想要表达什么 这比学生把花瓶 花朵和苹果画得有多好 重要多了 我们不去评判 我们是否认同一个学生的政治立场 而是会认为 哇 这个学生的想法很有意思 而且看他们 是否有能力传达他们的想法 对于我们来说 这些才是我们感兴趣的 所以申请帕森斯的项目 正统的培训并不是必要条件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学生 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不论他们来自哪里 那就是当他们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们会认为 我们在寻找一些特质 所以他们会修改申请材料 以某种方式来给招生官留下印象 当我们打开一份申请材料 我们并没有预先设定的期望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来认识一下这个学生 对于申请大学的任何学生 特别是那些申请帕森斯的学生 我最大的建议就是 申请材料应该是学生的真实声音 不要试图通过你的艺术作品 你选择的音乐 或是你写的文书 来传达你认为我们想要听到的内容 告诉我们 对于你来说重要的东西 不论那是什么 你要相信 如果你这么做了 你就有机会去到 跟你最匹配的大学 对你的才华 想法 发展 不论是学业发展 或是社交发展 所以如果学生很真实 那他们就会去到 和他们非常非常匹配的地方 他们会去到一个地方 那会为他们非常非常好 就会对他们的工夫 日前有四名中国学生 翼涉嫌托弗考试作弊 而被美国当局逮捕 接下来请收看 美国之音队流学专家 陈航的专访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 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十年 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 与两千人 今年五月份 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 《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 因学术不成信 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 较去年明显上升 留学生的学术成信问题 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陈航先生 今天非常感谢您 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 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 是被媒体频频地曝光 那么就您看来 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作为中国学生 这个群体的表现 越来越受到 美国的学术界 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 为什么国际学生 学术不诚信的情况 会比美国的学生都这么多 而且中国的留学生 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 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 都是以考试导向的 就是说它是一种 事件性的一种教学 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 过程性的这种教学 所以他们在这个 所谓申请进到名校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 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 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 而且国内叫刷题 刷就是刷分 如果大家都是 在这种环境下 我很难独善其身 因为它的环境都是这样 我的所有的这种 评估的情况 这孩子都是虚高 那我如果不高的话 我就要吃亏了 但是为什么 就是中国的刘静 这么想出国 他可能自己 就明明不爱学习 或者没有事想来 这是好事 其实呢 因为你这么想 就这些学生 他如果在中国的话 他能得到的 教育的机会更少 你看这些不爱学习的 或者是学习不好 因为他在那个 高考那个体系中 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 他开始扩招留学生 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 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 他是交全额的学费 可以给学校增加 很多的收入 那么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导致 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 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 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现在我们跟 一座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 大概排名五六十名的 公立学校座谈 那么这个学校的 国际学生服务部的 这个老师就说 我就能指出来 有十几个来自中国的 这个留学生 他们就不该在这 他在这的话 他不靠作弊 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 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 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 代考的学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 非常严 非常严 对 就是去年 就是从去年到今年 有些新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 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Tr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 协同作弊 还有叫Contract Treating 就是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 学校现在认为 这两种作弊 是一个毒瘤 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 很多学校都是 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 很多的中国学生 做的这个商业作弊 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 都是中国学生去提考 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 高年级学生去提考 所以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 他这个只在 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 所以在这个圈子里 就有做 只做这些学生 生意的这些人 那我刚才也说 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 他就可能就变好 他遇到不好的引导 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 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 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 他也会被开除 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 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 所以这是一个 就这是 这个领域里面 现在是一个 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 有没有一个规律 比如说是 之前在国内学术 就表现不好的学生 比较容易作弊 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 都有 带领论文很邪乎的 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 一二三四五级 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量身定做 对对 这个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 那他的这个学生 就是从生活费里 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 都是太高了 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 这个说 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 给学生那么多钱 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 寻求帮助的学生 他们被抓到作弊 或者说大考之后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 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 我希望回到昨天 这个事最好别发生 但我说 那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那么呢 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在美国的 这个教学体系里面 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 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 还想重新回到美国 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 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 他们能不能够 吃一千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而且呢 它只要是听从这个 这个教导 这是 这是 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 这是一个 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 刘美中国学生 现状白皮书里 您也提到 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 有几个节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 临行前 就是临来美国之前 那么现在 这个秋季学期 也又快开学了 又有一批中国学生 要来了 那您对他们 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 就是说呢 临行前呢 一定要把这个 在美国 你会遇到 可能会遇到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 陈昂先生 非常感谢您 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 谢谢大家 谢谢您 最近从美国起 蔓延至全球的一种 新的工作方式 让你既有家的舒适感 又充满了新鲜和期待 下面我们一起跟随 走进美国节目组去看看 大家好 我是莫菲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 走进美国 一提到工作 可能大部分人 脑海中的画面 是一个个 由隔板间隔而成的 工作位 电脑 电话 固定的座位 和不便的邻居 大概是构成 这种格局的 基本单位 然而近几年 从美国起 满营至全球的一种 新的工作方式 它让你既有家的舒适感 同时呢 又充满着新鲜和期待 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不是咖啡馆 却能喝到咸磨咖啡 不是家里的卧室 却能舒服地睡一觉 不是娱乐室 却能来举小游戏 这里是共同慢工空间 co-working space 又叫重创空间 也是近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工作的地方 塔尔皮埃尔 是WeWork 华盛顿特区分部主管 共同办公空间 本质上讲 是一种商业空间 或者空地 不同的企业 可以在这里 分享办公区域 共同推动 共享空间 科学的更新 和社会的发展 使新兴的共享经济 日渐深入人心 拼车 拼房 拼餐 拼单 那么你听说过 拼工作吗 各行各业的工作者 在同一个精心打造的空间里办公 共用基础设施 服务 技术和活动 WeWork 就是这样的提供者之一 这里的美妙之处在于 我们是一个团体 就像大家一起工作一样 所以在这栋楼里 我们能找到一个律师 一个会计 还能找到 帮我设计的人 帮我开发网站的人 它本身就是一个运营着的实体 人们在这里 共同成长 不同工作背景的人 根据需要在WeWork 选择不同的会员计划 美元缴纳45至几千美元 不等的费用 便可以全您随时进出 与他人共享 与传统办公室不一样的体验 流动或预留的书桌 舒适的沙发 室外露台 WeWork可以提供 可容纳1至100人的独立工作间 方便集体办公 会员甚至可以把宠物带过来 沉默或繁重的工作 是不是多了几分活力呢 累了 可以在冥想室里 小气一阵 伸展四肢 或在简移吧台 选择各种饮料 甚至鲜啤酒 当然 基础办公设施 如打印设备 电话间 会议室等 也一应俱全 艾利卡艾婷 是小助力公司 A Little Nudge 创始人 为求偶交友的人 提供支持 辅导 使客户能够 更好地展示自己 艾婷说 相比咖啡馆和家里 与客户约在WeWork会面 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 我可以预定一间会议室 这样我就有地方 见客户了 我也有了一个 比较正式的环境 可以关上门 客户可以对我尽情敞开心扉 无独有偶 另一家重创空间 Cove 也为在华盛顿特区 和波士顿市的工作者 提供了多一种选择 亚当西格尔 是公司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努力推荐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地工作 不用每天被局限在同一个地点 像在典型办公室一样 虽然同属共同办公 Cove更注重个人与方便性 这家位于中国城地铁站旁边的地点 有两层办公区 大概有两家咖啡馆那么大 从2013年创立以来 Cove在首都华盛顿 及周边已有九处交通便利的分店 西格尔说 这里最受欢迎的是 每月支付89美元 享用一天四小时办公的计划 会员像出入健身房一样 刷卡出入任何地点 李·佳农从事独立文编工作 对他来说 Cove提供了传统办公室 瑜伽和咖啡馆的缓冲 这种空间简直完美 因为在周围有人的时候 我会更有工作的责任感 而这里又不会太嘈杂 没有咖啡机或者搅拌机 发出的声响 不过重创空间 更吸引迁徙一带工作者的 还有他的社交资源和团体概念 西格尔正展示着 Cove刷卡的手机应用 他说 愿意公开的会员 可以相互看到 谁在同一个地点 以及他的基本职业信息 并选择是否要联络 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种社区归属感 别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也知道他们的 我们一起出去一起共事 我用他们的服务 他们也用我的 所以我在这儿的收获 比预期要高很多 WeWork一位会员 提供了宽广的社交网 德米特里·阿德勒和梅拉夫·尤拉夫里夫克尔 在WeWork工作已经有一年半了 他们是位于华盛顿特区 中国成分部的常客 这里大概有400多名会员 你可以从周围很多人那里 学习到最佳商务规范 学到跨各个领域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WeWork找到了无数客户 找到了无数供应商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 充满活力的工作空间 我们绝对不可能把公司建立起来 阿德勒和梅拉夫·尤拉夫·里夫克尔 共同创立了数据社会公司 Data Society 致力于教给人们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 如何分析并使用数据 尤拉夫·里夫克尔认为 WeWork的手机社交应用 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 在一个在全球拥有超过4万人的社区 十分有力 可以用它的软件发布任何需要的东西 不管是给整个社区 还是特定的城市 美国是重创空间出生的摇篮 2005年 一个名叫布拉德利·纽伯格的人 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租下了一部分区域 第一家简易的重创空间 就这样诞生了 此后几年 重创空间如雨后春笋一般 出现在旧金山市的各个地方 并蔓延至全美 以及全世界 在中国 虽然共同办公的概念 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市场潜力巨大 显然中国的人口密度极高 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数 和能适应自由职业 以及零工经济型工作方式的人数 也高得令人惊叹 这就要求有地方可以支持他们 给予他们力量 我们希望参与其中 而WeWork已成功融资4.3亿美元 投放到中国市场 并准备于6月 在上海静安区 开设中国第一家WeWork分部 这个城市洋溢着创造活力 我们简直等不及见证了 我相信它会成为 我们其中一个更大的市场 将会充满欣喜 随时随地 随性地工作 遇见不同的人 撞见不同的机遇 共同办公的方式 还会给人们的生活 在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拭目以待 最近美国 莫菲 莫甘生 华盛顿特区报道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DOA卫视 美国观察 一起来看一看 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 大家最关注的那些内容 今年香港的长洲抢包山比赛 在5月3日举行 选手们飞身爬上 14米高的主塔上 他们的目的是 抢到尽可能多的包子 但位置越高的包子 分值越高 该项传统比赛 又超过百年历史 当时居民面临一场 致命的瘟疫 从那时起 村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 祈福仪式 来答谢神灵 帮助民众平安躲过瘟疫 百年比赛传承历史 新游戏也层出不穷呢 这不 Football pool 脚踢台球来了 这是混合运动家庭的新成员 顾名思义 这项运动 就是足球和台球的合体 今年2月份 世界冠军亮相之后 世界上第一个脚踢台球联赛 在捷克的布拉格拉开帷幕 脚踢台球的规则和台球非常相似 但他在更大的场地上 采用充气足球 而且无需台球杆 足球可以换成台球玩法 足球明星在亚洲 有替身也不足为奇了吧 伊朗的雷扎看起来像极了巴塞罗纳队的明星前锋梅西 两个人撞脸的照片疯传伊朗 这位25岁的德菲兰居民是一个工程系学生 他说许多伊朗人都抢着和他合影 雷扎和梅西身高也一样 他承认自己稍微重了些 雷扎还未曾与梅西本人联系过 但相信足球明星是指导他伊朗双胞胎兄弟的存在的 九个柬埔寨黄家龟的诞生 点燃了对这个濒临灭绝物种未来的希望 2000年以前 人们以为柬埔寨黄家龟早已灭绝 该物种因为只有柬埔寨的王室 被允许吃它的蛋的历史而得名 新兔化的小龟宝贝们 将在附近的一个保护中心 与其他200只柬埔寨黄家龟团员 砍伐森林和偷猎 是导致柬埔寨多个物种灭绝的罪魁祸首 柳暗花明的事情 在世界的另一端也发生了 一位年轻人在加拉加斯的抗议示威中 演奏小提琴 而仿暴警察正使用催泪瓦斯 试图阻止抗议活动 这名裹着委内瑞拉国旗 带着头盔的示威者演奏了国歌 并没有受到周围暴乱的影响 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是一项庄严的活动 那么在博物馆宣示入籍是什么样的体验 美国之音带您去看看 史密森尼学院用一场特别的活动 庆祝亚太裔传统乐 28名外来居民在萨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 宣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萨克勒博物馆总监朱利安·雷比介绍说 大厅的主题墙上悬挂的 是美籍韩艺艺术家迈克尔珠绘制的丹顶贺 迈克尔珠也曾在史密森尼学院工作 最终加入美国籍 你们加入新家庭的时候 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让你们知道 今天仪式举行的地方 史密森尼学院是美国人的 是外国人的 是全世界的 宣示入籍的28人 来自阿富汗 加拿大 苏丹等 23个不同的国家 来自台湾的张志军 来到美国17年 在美国取得计算机博士学位 在软件开发行业任职 今天他在夫人陪同下 参加入籍仪式 成为美国公民的话 就可以多参与美国的事务 可以投票 可以表达我的政治意见什么的 对 然后我长期也是 都是帮社区做很多服务这样子 然而近期美国的移民政策 成为议论的焦点 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 是否会影响家人朋友的入籍过程 是否会导致移民美国的路越来越难走 张志军表示并不担心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比较政治上的议题而已 就是说实际上美国还是对于移民非常的宽容 比起世界各国 它还是对于移民比较开放一点 只是说因为选举的关系 总是会要做一些表态 不过实际上应该是影响有限 就是说你只要合法 怎么样 它还是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就业 求学的机会 来自巴基斯坦的拉提夫 也与夫人和一双儿女一起出席入籍仪式 他表示刚听说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法案时 也有过质疑 不过随着自己的入籍过程一步一步进展 心中的忧虑也消失了 我感到无论政治环境如何 无论谁是总统 移民局都会独立进行工作 他们会用正确的方法 让我很放心 亚太语传统乐中 在华盛顿最富盛名的 亚洲艺术博物馆加入美国籍 新移民的喜悦易于言表 他们期待着能更多地融入美国社会 享受开放宽容的环境 和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美国之音记者西西卡拉 华盛顿报道 智利的一名训狗师将狗带到医生的诊室 以帮助那些自闭症儿童放松 这项实验被证实非常成功 已经成为了一项全面服务 允许动物进入他们诊室的医生不多 但这位智利的儿科牙医说 当他给自闭症儿童看牙时 狗帮了他大忙 比方说 这些儿童大都不愿意进入牙科等待室 因此让他们感觉不孤单 并且与狗产生融洽的关系 帮了我们的忙 这些孩子们就可以心甘情愿地 进入牙科诊室 多亏了这只名叫祖卡的黑色拉布拉多群 今年九岁的蝶哥罗萨雷斯 不再像过去那样尖叫并咬牙医的手了 他现在已经可以平静地让医生给他看牙 以前我们得向他撒谎说 我们去看电影 我们去这儿 我们去那儿 但是现在不用了 他会主动问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牙医啊 以及他们什么时候给我看牙 性狗师劳尔瓦雷拉的儿子 也患有自闭症 他说 当他儿子得到一只狗后 病情出现好转 使他萌生了 提供犬类医疗助理的想法 我当时真没想到 我们会做出一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 这么做的初衷 只是为了帮助我儿子 后来你看到有更多 与你有相似经历的同路人 开始对你说 哎 请帮帮我 瓦雷拉现在有六只治疗犬 他们都受过训练 可以平息牙科诊室里 那些消虑不安的喊声 安抚自闭症儿童 避免他们做出冲动的举动 瓦雷拉说 他蒸蒸日上的生意 就证明了狗的陪伴 可以缓解紧张情绪 甚至对坐在牙医的 治疗椅上的孩子们也是如此 美国声音记者普利奇 华盛顿报道 纽约市对于陌生访客来说 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 但是外国人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 可是纽约市是美国最高等 知名学府的所在地之一 汇聚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 他们有机会同堂交流 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 未来的国际领袖 对年轻的专业人士来说 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都市生活 有它的好处 可如果你不知从哪里开始 周围有伴就比没伴强 对很多人来说 如果没有国际学生之家 纽约就会是个非常孤独的地方 阿姆扎特在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 之前的职业是记者 可他的宿舍 如果不在学校旁边的国际学生之家 纽约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 纽约是个很孤独的地方 这里人很多 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裔等等 可是人们并不来往 国际学生之家 有很多公共活动场地 鼓励学生们相互交往 学生的宿舍设计就是很小 这样学生们就会走出房间 使用公共设施 彼此可以交往 餐厅的设计就很公共 你每顿饭都能碰到新的人 这里的住户不仅仅来自一所大学 纽约地区多所大学的国际研究生 经常在此汇聚 一年到头都有各种文化的庆祝活动 大家一起参加 对很多学生来说 随意的交流就是能缔造伟大的友情 参加系统议题的政治讨论 绝对发人深省 我刚来是根本想不到会参加这种讨论 我能够讲述南非的经验 我和一些朋友的讨论就更有内容 对于我而言 这是了解新型黑人意识的绝好方法 对土库曼斯坦的图里耶夫等其他学生而言 不同背景的文化交流 让他重振信心 我的国家没有不同的种族 我来美国前就没见过黑人 所以当看到俄罗斯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来此欢聚 很振奋人心 国际学生之家有700多人居住 很多学生都想毕业后继续与这里结交的朋友保持联络 并且把在纽约学到的领导技能带回祖国分享 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蔡英文就职即将满一周年 海峡论坛将为您带来特别节目的第二集 节目的最后 我们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东宁为您介绍 大家好 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 海峡论坛本周日推出 蔡英文就职周年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二集 除了内政外交以及两岸关系各方面的挑战之外 也请来宾为您深入分析 台湾最新爆出的少将间谍案 敬请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官网 脸书 YouTube同步直播 我们先天见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5月13日星期六 美国之音VVVV是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 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 请准时锁定VVVV是 明天是母亲节 希望世界各地的母亲们都幸福快乐 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是宝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天晚上9点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